新美市教育局将11月份定为新北创课院 并将举办18项的系列活动 而第一场活动就在上个礼拜五登场了 主题为跟着科宝科牛玩智障 在板桥第一运动场设置了56个创课实作摊位 借由科学实作、闯关游戏还有创课首作 让小朋友们可以做中学 让学习是更加的有乐趣 新美市教育局将11月份定为新北创课院 以创意无限反课为主为主轴概念 办理18项系列活动 首场活动在11月6号、7号登场 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跟着科宝科牛玩智障 现场设置了56个创课实作摊位 以及七大主题区 希望借此让新北市学子体验动手做的学习乐趣 我们总共有56个摊位 包括各种展览、包括动手做 包括体验、实验的一个课程 我们是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展览会的活动 培养我们新北市孩子有一个动手做的能力 以及一个创意的一个发小 在各个摊位上分别由新北市不同学校设计 有趣的体验关卡 结合了实验手做 让孩子能进一步了解科学理论与知识 负责规划隐形墨水关卡的领口国中刘洪君就表示 利用硝酸甲预热释放氧气助燃的特性 让燃烧的现象接触到纸张之后一路延烧 最后就能够看出纸上显现的脖子 而在梦想实验屋主题区内 进行的是利用随手可得的废材料 制作出可以再使用的工具 像是这个CD发电机 就是将废弃CD和旧桌仪组合之后 加上马达转动CD的时候 就会产生电能 让LED发亮 报废的CD 然后这是学校 像用学校不要的客桌椅的桌板或椅子 然后呢 加上那个马达 然后透过马达的转动呢 我们就可以把动能变成电能 让小朋友知道说发电的原理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加上那个电池 让它变成电能变动能 就可以看到这个CD片的这个转动方式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透过了做中学 作为创课教育的核心理念 希望借由生活性和趣味性的科学实验 闯关游戏 创课手作等等 引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 而这些有趣好玩的手作活动 也的确让来体验的小朋友们 都直呼 有趣好玩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